大家好 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在上一集的EVA活動介紹之中呢 有一些地方我沒有講到 所以呢 這次還要跟大家一一補充之外呢 還要再詳細的介紹一下 這次的降臨到底要怎麼打 因為我上一集我發現我也忘記給大家看我的裝備 所以等一下也會講一下 那第一點就是在現在的活動 關卡裡面呢 這邊可以看到 我上一集講的明日香的雙刀 我以為是明日香的專武 可是點開之後發現它不是喔 它是近戰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一個帳號最多 它這個關卡活動會送你四把 那如果想要擁有兩把五星的玩家 就必須要再 再拿一些進化劍把它吃到五星 這樣就可以有兩把 這個技能升到五星等級五的時候呢 攻擊率是150% 火屬性物理攻擊燃燒兩回合 然後對神獸的傷害提升 所以在打一些神獸的降臨的話 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對神獸的傷害比較高一點 所以還不錯 那打附近兩名敵人的話 雖然不是很多啦 但是至少可以打到後面的水晶 這把武器呢 算是中上等武器 它並不是非常強力的武器 所以就算一個帳號只剩一把 我覺得也是OK的 那有興趣的玩家就可以剩兩把囉 另外一點就是 現在又出了 才剛出不久 好像是我這邊的昨天晚上就是台灣的下午兩點 它又出了一個EVA五星技 然後把零波零跟真四放上來了 就只有這兩隻 但是它沒有保底 所以我覺得要抽呢 我覺得還是抽EVA慶典會比較好 因為它沒有保底啦 這是缺點 雖然它一次抽就會抽到五星 但是因為現在有什麼 金石三倍活動 然後鑰匙三倍活動 所以其實如果抽到三星的話 像我剛抽到三星 我的零波零 第一天就可以五星了 就直接因為金石三倍 然後鑰匙又三倍 所以直接就抽到五星 就算沒有第一天五星 運氣比較差一點 也會在第二天的時候就五星 所以 所以抽到三星跟抽到五星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既然這個沒有保底 我覺得還是抽EVA慶典會比較好 沒有保底就是 真的是很看臉 還有現在如果抽到明日香的話呢 明日香是目前沒有開放角色冒險的 這邊有寫 那我上一集也沒講到 角色冒險將會在5月28號開放 所以其實玩家只要抽到一次 那至少在5月28號活動結束之後呢 還是可以把他升到五星 然後覺醒的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 如果要升到五星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抽到明日香九次 因為沒有角色冒險的話呢 每多抽一次他是十個金石 然後再加上本來第一次抽 所以總共要抽到九次才可以目前把他升到五星 那不然就是等角色冒險出也是OK的 我覺得抽到九次還算簡單 只要多刷降臨 其實這個明日香抽到九次是不難的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要把他覺醒的話呢 需要覺醒石 他一次才給你 就一整組卡牌裡面呢 他只放兩個覺醒石 然後每一個才15 這個小的喔 然後我們要把他合成大顆的 會需要非常非常的多 讓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明日香呢 只差抽到一隻就可以到五星了 結果覺醒時差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先到五星 那能不能在活動之前把他覺醒呢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不過我也不急啦 反正 這個活動角色在結束之後呢 開角色冒險之後是隨時都可以把他升到五星 這個不急 沒有 我現在覺醒時才三顆 大顆的 然後小顆現在30顆 我已經 角色已經抽到八次了 已經抽到八次 再差一次就五星了 所以 覺醒時是 我看是裡面的超級大獎才對 不是角色 這是我的個人認為啦 因為覺醒時我覺得更難抽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這一次打活動降臨的角色 跟上一集有點不一樣 我有點更改 上一集大家有看到我用黑天 然後有用 這一隻戰神 那後來我改成籃子了 因為籃子呢 會讓boss一直降防 我覺得春麗 只有春麗一隻的時候我覺得有點不夠 沒有一隻 boss沒有一直持續在降防狀態 所以我加一隻籃子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有 籃子的話 因為是後排角色 可以裝備這個飛龍弓 還有這個一吹之力結晶 那有這兩個的話可以比較快清掉後面的水水晶 這個 我之前沒有帶籃子的時候都會發現後面的水水晶 撐了很久才會爆 所以呢我後來就放了籃子 那後來因為又有明日香 所以我又把黑天換掉 因為如果有這次有抽到活動角一定要上活動角 因為活動角在這時候打這次的降臨呢 他數值加成是非常多 就算你明日香只有三星 攻擊力都會比一般的角色還高 所以呢就算只有三星也是要上 這次的活動角一抽 如果有抽到任何一隻啦 都一定要上 打這次降臨非常有用 先給大家看一下裝備 飛蘭主要用途是 就是幫隊友加速 阿對了 這次的降臨他是魔法攻擊的 旁邊水晶也都是魔攻水晶 所以呢 一般來講 這種降臨他的物防都會比較低 那有些降臨你看他水晶是有 物理攻擊的也有魔法攻擊的 這種呢 這種降臨通常BOSS的魔防跟物防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這次的降臨呢 BOSS是法師 然後旁邊的水晶四顆全部都是魔法水晶 意思就是說他的物防會比較低 所以呢我們盡量全隊整隊就是帶物攻的啦 除非你是降臨 不是降臨 除非你是活動角色 活動角色就算是魔攻攻擊力也是非常暴力 因為他那個數值加非常多 好先讓大家看一下飛蘭的裝備 這個B率的零件主要是打後面的水水晶啦 因為我發現水水晶真的很難爆 然後彩虹巧克力棒是我不想放補血的東西 因為BOSS的傷害其實很低 那我覺得如果帶補血的這種帽子 我就覺得有點浪費 帶這個神力頭盔我就覺得有點浪費 然後或者是帶這個 帶清空頭盔我就覺得少了一個輸出 所以後來我就裝備這個 彩虹巧克力棒 他會吸血吸10%欸 雖然只有10%可是血已經夠回來了 至少不會就是一直減血都沒有再恢復 所以我就裝備一個彩虹巧克力棒 這個就當作是補血 然後順便還可以打BOSS一下多好啊 再來就是... 零波靈啊 零波靈...雖然他是坦 可是我就簡直把他當作輸出在用 因為... 零波靈他是三個箭頭的加成 所以在打這次的降臨呢 他簡直就是攻擊力超高 然後還可以順便保隊友多好 狂戰士鎧甲 打世界樹枝劍BBQ大劍 一樣BBQ大劍是因為我不想裝被羽翼頭盔 呃...生意頭盔 所以呢 裝了這個一樣會吸血的 這種吸血的東西裝一個就好了 其實就很夠了 古娜呢 甜點棒棒糖 首飾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兩個物理攻擊 然後... 一個血戒 一個... 魔防戒 其他應該都一樣 兩個物理攻擊 一個血戒 一個魔防戒 順利也一樣 幾乎全部都是這樣 欸我順利裝了三個攻擊 反正撐得住啦 無所謂 或許不需要魔防戒啦 10可能可以拿掉 因為BOSS其實傷害真的非常低 順利的話 順利的... 實裝 一定要的 是撿BOSS防衛力的 剩餘的草帽 是因為我後排沒有什麼補血的裝備 然後又可以打敵人的裝備 所以還是得裝一個草帽 回復一下血 一炊之力結晶 飛龍弓 這兩個裝備主要是打後面的水水晶 讓水水晶比較快爆 這一隻是... 藍子 藍子的裝備一樣 一炊之力 飛龍弓 然後... 針磚跟... 聖運的草帽 一樣是灰血的 大概就是... 明日香啦 明日香目前才4星 不過傷害是MVP 每一次 哈哈 這次的活動角色 上起來每一個攻擊又爆高了 水晶的太刀 打旁邊火水晶用的 英靈之劍 燃燒之斧 彩虹巧克力棒 燃燒之斧其實可以換掉欸 我為什麼要戴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戴這個 戴錯了 看一下我也沒什麼好一點的 應該有一些攻擊力更高一點 因為燃燒之斧 打到旁邊兩個火水晶其實是沒用的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戴 沒有一些攻擊力比較高的 物理攻擊 加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什麼 別的裝備可以戴啦 對 如果有水晶打前排的是更好啦 那個拳套我還沒升上來 我還沒有抽到五星 所以如果有那個的話更好 那我現在先裝備 禁忌子水攻擊一下 一滴滴 但是其實差不多啦 大刃戒指 力量的手鐲 鐵戒魔防 都是這樣 那其實打這個降臨 有很多很多角色可以用 只要他主動技能不是光系的 其實都可以 不要光系跟特殊啦 所以我們要過濾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就直接選擇 呃 無火水木暗 然後 BOSS招式有限制一些種族 因為會沉默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呃 精靈亞人巨人有效 然後 第一個 因為有其中一個水晶 我記得是打第一隻 如果是神族的話也會被沉默 所以第一隻不要放神族就對了 然後後面四隻的話 不要精靈亞人巨人 所以我們要挑選的時候 就直接過濾 不要精靈亞人巨人 所以神族 人類 神獸 哀人 四個種族可以帶 其實還不錯 只要第一隻不是神族就OK 那這邊角色其實很多很多 都可以用 不一定一定要糾結 反正不要光系的就好 像這些水系的啊 盡量挑物攻的 物攻的先挑 那 物攻沒有的話 就可以開始從法術 法師裡面挑了 然後呢 物攻先挑 然後主動技盡量是 水系或草系的先挑 因為水晶是火跟水的嘛 所以如果要打水晶的話呢 除了裝備之外 其實可以挑 水屬性攻擊力 像這種戰神啊 或者是 木屬性攻擊力的 這隻也可以 不過這隻是法術攻擊 所以傷害比較低一點 槍術是非常好用 槍術是會打到後面的水水晶 是非常好用的一隻角色 可惜的是我沒有他的真鑽 所以 效用還好 我覺得藍子效用目前 因為沒有真鑽的話 藍子還比較好用一點 可以幫boss降防 所以其實很多可以用 這隻也可以用 還蠻多可以用的 這次的降臨非常非常的簡單 真的是不難 然後 有活動角就上活動角了 就是這樣 其實還蠻簡單的 欸我發現這隻 這隻好像也不錯齁 好遲緩 遲緩就還好 這隻也還不錯 而且 是神族 所以就是你看有這麼多角色可以用 大家不用擔心 是超多的 超多角色可以用的 那 我現在這個隊伍呢 就差不多可以單挑多人 那如果再多幾隻活動角色 或者是明日相上五星的話 就會很穩 單挑多人就會很穩 這邊先打給大家看 那我一般我都會在六線開 這個集結之石呢 比下面這邊的強一點點 其實強沒有多少啦 強一點點而已 感覺打起來會花比較多時間 大概多花個20秒左右吧 並沒有差很多 現在用就是這隊啦 那我一般我都會在 六線開 那大家如果有進來就可以幫我加速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房間的話 可以進來幫我加速喔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一下 啊我進來我都會直接開始 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單人打的時候是有點緊繃 因為我活動角我只有兩隻 然後明日相只有四星 就是我單人打 有時候會時間到 然後有時候就是剛好大概 剩10秒而已左右才打完 所以有人進來的話可以確保 我一定打得完是最好的 喔有人進來了所以一定打得完 喔有人進來了所以一定打得完 只要有人進我就一定打得完 而且主要這次的活動角它本身也有AT AT力場 所以如果 角色有AT力場的時候打BOSS BOSS的AT力場會無效化 所以傷害又會多20% 跟別的角色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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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如果有一整隊都是活動角的話 打BOSS是超快速的 可能多人六星 應該在3分鐘就可以打完 我們萌裡面的Q大Q神快敗 哈哈哈哈 他這次抽到蠻多隻角色的 所以他打得非常快喔 他有一次突然加入我的場 然後 好像比我晚了40秒才進來喔 因為我就直接先開始了 然後他傷害 傷害還比我高了50萬 哈哈 那個傷害有夠變態的 那我是不打算再抽了啦 因為 有抽到0波0其實 這一次就 我覺得就值得了 那再抽的話 我怕等一下又出了0波0 不同的歐洲 等一下要出 一直出重複角色就 會很坦 所以暫時不打算抽 那我有看到圖片 是0波0女武神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們國際版是不是也會出0波0女武神 所以有可能會出 大家也是可以留一些鑽石 等0波0女武神出的時候 也可以再衝一波 但是 不一定會出啦 我只是有看到圖片 我看到一個幸運召喚的 呃 0波0女武神 然後他另外 額外加了那個 全體混亂攻 有一個是後排神族才可以拿的 光系攻 然後他是打敵方全體 然後給敵方全體 所以你混亂一回合 他那個也放到跟 靈波0女武神 同一個幸運召喚的 卡牌裡面 所以如果有那一個的話呢 我會抽 因為那個混亂攻 全體混亂攻 我超想要的 那個很好用 不過是限定神族啦 所以後排可能就是 橘毛 或者是鴨神 這些後排神族都可以用 PVP很有用啦 因為混亂全體耶 整隊混亂一回合 是超級棒的武器 非常棒 所以那一個如果抽的話 我一定會再抽的 我現在在存鑽石 現在有13000左右 還是14000的鑽石吧 對 靈波靈在PVP也非常的有用 因為他本身覺醒 目前的坦 整個遊戲的坦唯一可以覺醒的就是靈波靈 所以目前坦度他本身來講他的坦度是最高的 缺點是他是人主啦 所以用途可能跟精靈坦差不多 我雖然本身比較坦一點 但是因為他是人主所以比較容易被烙印跟控場 精靈比較不容易被烙印 所以他也算是一個目前來講非常強力的坦 而且他一保護就是保護全隊 所以還不錯 在競技場也非常的有用 像我榮耀競技場也放他了 現在目前一般競技場我也有放他 我再測試 看是不是很容易被打掉 看明日香剛剛招式刷一下2萬 2萬多滴 他傷害真的是OP 這次活動角打這個匹三分都非常棒 等下 籃子的3下喔 3下打一下才5千5千5千 剛剛那個明日香刷一下一萬一萬的 這次第一條血打的比較久了一點 希望等一下會有人加入 一般來講第一條血如果在2分鐘50秒左右的時候打完的話呢 就確保一定會過 但如果剛剛像剛剛是2分20幾秒才打完第一條血的話就有可能不會過 不過現在有人加入啦 一般我還沒有遇到過沒有人加入 在第六線開的時候 如果我在別線開我之前在測試我就500多線 那時候開當然就不會有人加啦 我一般我在第六線開都會有人加入的 我還沒遇到過一次沒有人加入 所以 並不是很擔心這個 活動角如果有3隻以上的話呢 一定是可以自己單刷六星的 六星多人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才2隻 而且明日香快5星了 明日香5星之後 應該是很穩 六星多人應該蠻穩的 那這一次的5星技呢 只放了這2隻角色就對了 我覺得2天之後 他還會放第2個5星技 然後有另外2隻角色 就是薰跟 這名字很長的 哈哈 真理 我叫他真理好了 因為他名字在帶長 所以 2天之後呢應該會變成另外2隻 那我不確定什麼時候會開 林波林女武神那一個幸運召喚 不過我覺得抽五星技 我真的不建議大家抽啦 因為畢竟沒有保底 就算你在EVA慶典裡面 沒有抽到林波林 我也覺得不建議抽這個 因為沒有保底實在是 真的非常看臉 真的很看臉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抽這個 好啦這一集先錄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一個讚 或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